下个月3号开始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就要开场了 整个花园植栽面积有60.88公顷 包括草花、切花、桥冠木等有2500个植物品种 台中市政府特别在市政大楼文新楼8楼 举办台中花博原意花卉植栽记者会 为花博的行销宣传打头阵 另外市政府也在新市政研区 进行花语律环境改善工程 并且在10月8号下午举办完工开幕典礼 请接幕帮我们注入环境子的水 活力生命共有 被探到我们台中宁听花开的声音之外 另一名市政中心花语律改善工程 在您的面前呈现 这次台中花博的标语是 聆听花开的声音 希望每个人都能敞开新门 从不同的角度聆听土地的声音 所以在花语律环境改善工程的活动当中 还设有音乐会跟小龙市集 另外还举办首座教室等活动 希望吸引民众来台中旅游消费 世界花博博博博博是11月3号开始 到明年4月24号 从现在就要开始卵生 我们吉祥物就是来虎 乐虎姐姐先在家里休息 可是来给来虎掌声多一点点好不好 来虎弟弟啦 台中市政府表示 这次花博的花博有六成以上来自中台湾 可以照顾在地农民 呈现在地的产业特色 让更多人了解台湾优质花卉 更可以向世界展现台湾农民的栽培技术 打响花博的国际知名度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